20年从政经历 深厚的中国情节 李瑞玲市长与您面对面 谈天说地 谈谷论今 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六 欢迎收听李市长信箱 各位晚安 我是李瑞玲 康瑞丽 前任包邮市的市长 现任包邮议员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 聊聊天 每一个月一次的机会 来跟大家 见面 现在我很高兴 今天晚上 我请了两位 朋友 来跟我讨论两件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 我们在晓得 社会里面 这两年来 这个社会很大的 问题刺激 就是讲到少数人民 在美国社会里面 被人欺负 这个少数人民的 对于 这个COVID-19的 受到伤害的人 最困难的就是少数民族 所以弄了一个黑人社会 黑人社会 Black Lives Matters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少数民族在美国 是不是因为是各种东西不平等 为了美国主流社会 所以我们不平等就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这个几百年 几十年 都是有这种很困难的一个 一个这个平等的事情 所以就从这个 这个不只是经济上面 生活上面 社会上面 从这个健康上面 都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们还是美国还不够平等 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要多多了解 多多平等 可以做点 可以什么 让少数人民社会更加 有同样的平等 同样的这个待遇 这个的话 现在我们当然我们花人也是少数民族了 但是我们的经验 当然是跟这个黑人不同了 跟西班牙人不同了 我们都是新来的大约移民 但是在美国也不算新了 我们在美国也是两百年了 但是我们的人数少 我们的这个经验不同 所以很多人就不大了解 就不感觉到我们的待遇 跟黑人的不同了 就是大家生活情形 所以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待遇 都是有不同的经验 但实在还是有这种 这个 这个这个 法也是吧 这个是免不了的 因为一个社会 它很多原因 我们这个现在也不能 花时间太讨论 这个很 强气 很仔细地了解 这个世界的历史 世界的人类 世界的 因素 所以我们暂时不讲这个事情 但是另外最重要就是 我们华人也渐渐渐渐的 因为别的少数人群 他们就很多注意 注重他们 说是要平等的话 我们少数民族都要有平等 所以我们华人 我们也有机会 也有这种 需要 要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 要说一下我们华人在这里的 有些什么待遇 为什么觉得不平等的 有些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要求达到 这个主流社会 更有能力参加 更有能力 有影响的地方 更有机会 是由我们华人 是在社会里面 主流社会 可以达得到的 而且另外一个表现就是 因为社会里面 现在反应了 因为是少数民族人 现在是变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华人现在 最近的社会里面 也很多事情看到 被人家欺负 电视上面看到 有很多城市里面 尤其是 这个比较 这个 这个 这个年大的 年老的华人 这个 这个比较贫穷的华人 他们也 为别的人 也是受了很多 很多欺负 很多 很多这个 不平等的 这个 这个 所以 我们华人就 要有一个 用这个机会 来 发表一下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 心态 怎么样可以 让美国人 主流社会 对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对我们也要有 招呼一下 要大家有沟通 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在美国 整个美国都有一个 对于这个 anti-Asian hate 的一个 movement 一个行动 所以 这个 一个月前 我们在Belview 也有了一个 游行 有一个 表达 我们华人 在美国 有这种问题 我们希望主流社会 要给我们一个 平等的 平台 要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是应该的 是对的 所以 这个 今年 这个月是5月 是一个 一个这个 美国政府 国家联邦 通过的 已经是20多年的了 是这个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整个月就是表达 来了解我们 亚裔 Asian Pacific 就是亚洲 整个亚裔群队 少数民族 对在美国的历史 在美国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化 有多的了解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因为 人民在一起合作 做事情的话 一定要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有多 够沟通 大家可以 有晓得怎么样 可以一起 一起成功的能力 做事情 因为合作是很重要的 Collaboration 在美国的社会 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做事情 做不出来的 大事情做不到的 一定要合作在一起 同意 相同 因为这个社会 是平等社会 是一个 Democratic 是一个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起合作 做事情 所以这个是好的事情 那么这个月是5月 那么 最后一天 5月31号 是Memorial Day Memorial Day 是我们用来 要感谢 要Celebrate 要Recognize 在美国的军人 在美国国家有贡献的 有些人还不只是贡献 人牺牲生命都有 但是很多军人 都是为了国家 来很服务 这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处理的事情 我们要 要这个庆祝他们 要这个 recognize 所以那一天 现在在美国 在东部 有一个组织 他说要全美国要合作 要有20多个城市 大家一起要庆祝那一天 用来用那个机会 来跟主流社会 说我们在美国 华人是有这种的 这个过程 有这种的经验 有这种历史 我们希望在社会里面 跟其他 不管什么人 不管是少数人 这个hate 这个东西 不是说有种族关系的 不是说有年纪关系的 是什么都是 不好的一个事情 hate 是一个toxic 是一个坏的事情 我们心里面 不应该有的 所以我们就 希望用这个机会 来给美国社会里面 解释 让他们了解 我们华人 是不同意 有这个hate 不同意 对于什么人 都不应该是 有这种恨的心 我们要 大家 对于 大家要有尊重 respect 要有 最好有爱心 所以 这个我们 在 大西亚图期 5月31号 也要组织一个 这个anti-Asian hate 的这个rally 所以 现在我就请了 一个小朋友 他名字叫 Awen 他现在是 Stanford的大学 一年级 所以他就 对于这个项目 非常有兴趣 他很有能力 所以他就是 我一个组织人 他是 我请他来 跟大家 沟通一下 我请他是 因为他比较 比我还更熟悉 因为他是 负责搞这个事情 虽然是年轻 但是年轻有为 所以我就请他来 跟大家 介绍一下 他要早走一步 所以他介绍完了之后 我就 留着剩下的时间 就再讲 另外一个项目 希望大家听众 可以 留在这里 一起 可以跟我们 分析 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就是讲 Belview 学期的问题 Belview School District 也是 这一年来很困难 因为学校不能上学 所以也就很多很多问题 家长 就是没有开学 没有这个 Covus 19以前 也有很多 大问题出身 就是很多是 Equity 很多是 Affront of Action 很多是 Education Gap 所以都是 对我们华人 家庭 小孩子 都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 过了这一年 这个有很多 有事情 也是我们 他经验过 也是 我就希望 我们大家 对这方面了解一下 然后再讨论一下 今年 尤其是竞选的时间 我们看看 可能School Board 就是一个 School District的 管理 管理团队 School Board 也是有负责 Belview School的 这个政策 这个各种 有关系的 所以请 我就请一位 女士来跟我们 讨论一下 所以我现在暂时 还不要介绍 介绍他 先让这个Edwin 让他先 讲一讲 这个Rally的情况 然后他讲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 在讲Belview School District的 这个 什么个程 了解一下 他给我一个报告 让我们想 在将来 怎么样可以在 华人的家庭里面 华人的家庭 怎么样可以对 Belview School Board 学期 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建议 可以进步 我们对于华人的 学生的问题 好 现在就 欢迎Edwin 谢谢你来跟我们 讲 OK 你中文也可以 我讲的中文也可以 可以听得懂的话 你讲的应该也不错 所以我让你试一下 不然的话 你用英文讲讲也可以 没问题 两边一起来 欢迎Edwin 谢谢 那我肯定要用英文讲 但是我用的词 我会搞得简单一点 所以大家 帮大家听懂我说的话 Yeah Like Like Conrad said May 31st 1pm we are going to have uh anti-aapi hate anti-asian hate rally at bellevue downtown park um our rally is part of a national a national series of rallies organized by uh solidarity against aapi hate the national series is called the national day of solidarity against aapi hate so in bellevue downtown park we're going to be hosting the greater seattle um area rally and the organization behind our local rally is pathway foundation which uh is uh is the organization 501c3 non-profit which uh i used to be um more involved in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but the the mission is to get asian youth more civically engaged well really it's all youth but uh you know with the focus on asian american youth and so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great rally i hope that everyone comes out to bellevue downtown park may 31st 1 p.m uh you should be seeing our flyers floating around the internet floating around social media uh from now to the day of the rally but if you for some reason can't find the flyer or if you want to get more involved um please contact me at edwin ong at stanford.edu and i'll i'll respond within a day uh thank you conrad uh back to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啊我这个小孩子他非常優秀啊他第一次downtown park啊我们radi的时候他也是两个小孩子中间一位啊他们非常非常能感 第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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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社会对政治都很有了解 他是在这个 Pathway Foundation的 一个英诚 所以他 这个希望 在那里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 非常感谢 他有这种的兴趣 第二他可以有机会 可以学习 所以我们对于小孩子 就是你是我们将来的 希望 Thank you Thank you I have to go now But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Thank you,Evan All right See you later See you Yeah 那么我现在就 开始在技术 我们 包括学期 的讨论 也不是讨论 就是大家聊聊天 就是我刚刚说 请这个 请来的这位女士 她是姓 邱 我姓李 啊 邱亚 对不对 是吗 我姓李 叫邱亚 啊 是 叫邱亚 谢谢 我很高兴 他有机会 他我听说 在 Velview School 他 High School 他非常活跃 所以对学校 也很熟悉 你可以随便 你自己稍微介绍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叫朱亚 有四个孩子 目前是两个小学 两个初中 然后给 因为我的孩子上过 Anna Tai Shanouk和Velview High 所以相对对这三个学校 比较熟悉 然后今年这一年 或者过去的几年 在学校的PTSA 有过做一些义工 今年呢 参与了学区的基金会 董事会成员 所以相对了解的多一些 但是相信Pontorant 可能比我了解更多 所以我兴趣跟你聊一聊 关于学区的一些问题 一些事情 学校不简单 学校你比我说很多了 我的小孩子 我有两个小孩子 都是Velview School 毕业的 但是现在他们都40岁了 所以我是差不多 20年没有跟他们 学校里面 有什么太直接联络 所以你比我说很多 而且现在我觉得 我感谢 现在我在那 在Velview的时候 我华人在美国 在Velview 整个少数民族 才10% 所以华人可能 1%就差不多 现在我们华人在Velview 是起码 有10% 15%的有了 对不对 你看学校里面 有多少 华人是多少 有没有 30% 大概就是15%左右 15% OK 所以我们就很 因为很大的影响 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希望你在 在聊聊 我们怎么样可以 让学校对于我们华人 要多多了解 比较适应我们的要求 需要 这因为我觉得是 对于整个社会都会好的 谢谢 对 我想说的是 华人参与 对这几年 因为我们是2012年 住到Velview这个学区的 这么些年下来 认识了很多的华人家长 然后总体感觉 我们华人还是一个 贡献挺多的一个群体 参与到PTSA也非常多家长 然后当然华人对教育比较重视 对学校关注也比较多 但是往上的Level 可能Colent比我更 我觉得就比如说到学区层面的 或者是到那个学区董事会 那些层面的 那相对来说就还不够多 所以我想了解 就是你当年 全职参与到这个市政这方面 之前你对community是怎么 引茫不进来的 我一开始是我自己小孩子 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活动了 对不对 学的时候已经活动了 他一开始是 Cup Scout 然后女儿是Indian Princess 就是Volunteer 就是义务了 对不对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是 很多事情是要不是政府管理 不是公司的 是义务的 就是这个群众组织起来的 那么他一定要人帮做事情了 对不对 那么我喜欢做事情 因为有空 我找事情做 我就帮他们忙 做他们忙的话 他就很感激 因为他不付钱 这是免费的 而且我是肯做 有能力 也不是偷懒的人 所以他就对于我就有好的印象 就开始接受我 需要什么做的 会找我来了 会找我了 他找我的话 我们大家 美国人是很好的 他叫Cripple Co 你帮他做点事情 他帮你做点事情 对不对 好像我们那时候 几十年前 我家里面 邻居 家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Fence 需要人来秀一下 我们华人 不会秀东西的 对不对 他可以很厉害 他帮我秀一秀 对不对 我这个捡花捡草 他有时候 我这个 瞒不过来 他也会帮忙的 所以机器不动了 坏了 他也会来讲 那么我帮他忙 他也帮我们 所以大家就建立了我们的关系 那么我就觉得 我假如是 我想 这个就一个好机会了 那么我选举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对于社会里面 对于政府里面 我怎么样可以有影响力 可以表达一下我们 对于我们华人 对我个人的兴趣 个人的 这个观点 要有影响力 可以希望他可以回应 可以 可以 respond 可以 这个 对我 了解我们的问题 所以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就想做 那时候就很支持我了 这个人不错啊 他我们可以相信他 他做事情是可以做的 还肯干事情 可以信用他 这个是从哪里开始 那么第一步就是 政府里面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组织 是为了老百姓组织的 好像 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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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我参加 我是一个 那个时候你参加 不是随时可以参加的 你要有 政府 有 有political关系的 要政治的 他要 concil member 要point你 假如他不认识你 他不支持你 你进都进不去的 所以我就是要 从我的朋友里面 晓得 我要 我要加入 我要找 找这个 concil member 要跟人聊聊 谈谈 我可以告诉他们 我做了这什么事情 我干了什么事情 我可以达到 我想做的事情 对于你将来有好处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那么他就 希望我将来在社区里面 也可以支持他了 他竞选的人 所以他就 pick me 选我在这个 commission里面 做一个commission 从那里开始 那我就跟政府 跟其他的社会 有关系了 他们晓得我了 听到我了 我在那个政策里面 也有点影响力了 这个的话就一步一步 打上去 这个要花时间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一开始 就要从 朋友里面 大众里面 从官书 要开始建立一个关系 然后在一个 小政府的一个小位置里面 找一个机会 让你可以发表 让人家晓得 你这个人是 起码是 听得懂你 看得见你 心里面可以接受你 这个的话 我就竞选 议员了 第一次我们就赢了 输啊 这个人从来没见过他 你知道 就是大众不晓得 他讲话也有口音 样子不像 他不熟悉 他这个是 他的思想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 对不对 他我们 他有时候说 开玩笑 都说 我们看东西 从右看到左 不是从左到右 这个也是 这个东西 是有 也有这种印象 对不对 那这样我要改变他们 不是 我们都是一样的 同意 一样的想法 做事情 就是为了大众 一样的好处 他慢慢慢慢就 看你做的事情 对于他是 也 也 可以 有 有信用 他就觉得 我挺他使用 因为 不是你 不了解的人 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 一起一起做 可以 二十七年 做 稍微 还是有人不了解的 你晓得 这是 特别 对不对 但是起码大多数人 都看到我 我的能力 我的表现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 好 我们现在 要 休息一分钟 然后再回来 OK 谢谢 Thank you 我们再记住 好吗 然后我讲完我的东西了 那我可以听一下 第一 我想怎么样可以办你的忙 一定要 我们华人需要团结 需要了解 怎样打进 这个主流社会 谢谢 OK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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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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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九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 的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 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好我们回来了 欢迎大卫和大家一起 我现在跟这个秋牙女士 在讨论 第一是我们 抱有 这个 学区的 这个事情进展 这一年来 有些什么情况 现在因为是 COVID-19 去年 所以 很多都停下来 学校也没有上学 学生也 很多的 这个 interruption 但是 很高兴 他也问我了一点 在我们 华人 在美国 不管是 学区也好 不管是 政治也好 不管是 城市也好 怎么样可以 打入这个 主流社会里面 因为你 很多时候 华人都是 很做事情的 但是 觉得我们还是 没有人 代表我们 没有了解我们 我们还是 给那个 这个 这个 主流 还是 打不进去 还是不了解 我们真正的 真正要对我们 的想法 我们的 这个 优点 我们的 这个 要求 他们还是 还是困难的 让他们 做到 所以就我们 现在好好的 讨论一下 谈谈 我这个 我在 在主 这个 主题一下 就是 我们这个 市场信息 就是很好的机会 我们大家可以 交流 沟通一下 大家谈谈 我们 美国 在美国的 华人 在美国社会里面 怎么也可以 达到我们 这个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人家 对于我们的 这个 要求 对我们的 需要 可以 从政策里面 尤其是政府的政策 尤其是学校的政策 对于我们 非常有影响的 一种 这个 国家的 政府也好 社会也好 怎么样 可以 达到我们的 美满的 这个 要求 这个是不容易的 因为很多人说 我们可以找人 代表我们 是代表跟直接 不同的 代表他只是了解 我们一方面的 而且他就是 真的 事实 不是真心 有事 巧得我们要求什么 他是可以 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就不做 但是我们真的要 尤其讲的话 我们自己要 有能力 自己要有 有机会 来表达我们的 要求 有的意见 所以我常常讲 有句话 美国人说 If you're not sitting at the table You will be on the menu 所以贾林不是在桌子上面 吃饭的话 你可能是 被人家吃掉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影响的话 我们一定要 自己 华人 自己 有可以发表 自己的心意 自己的要求 直接要跟 可以 通 一家 大家一起 合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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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政策的人 一起要 做到 达到我们的政策 不然的话 这个代表 还是 差一步 还没有到 这个 最最高的一级 所以我们现在要 讨论 怎么样可以达到 最高一级 现在最现实的 就是 我们可以 在中国人讲起来 我们 教育是最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 在教育方面 怎么可以达到 我们最重要的 最大影响力 对我们小孩子 对我们家庭 是最重要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目的 所以我就很高兴 有机会 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 OK Conrad 我可以再提问吗 是 现在 OK 好 我想接下去问一下 因为今年年初 那个 Belview学区的 教师 家长 和这个 学区的工会 闹得比较僵 我不知道 City层面 了解多少 对这个事情 这些个东西 我们City 没有影响力的 我们不会 不会加进去 不会 interfere 因为 它这个是一个 政治是很复杂的 因为 假如是我们 第一 没有影响力的话 做来没什么用 所以等于是 花了时间 就等于是 没有用处的工作 每个人做事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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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 很这个 现实 然后我们跟这个 school 我们真的是 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 学校自己捐款 是自己来的 所以就是 美国做什么事情 就是钱最重要 budget 谁是控制钱的话 谁就最大能力 这个school district的budget 全是他school自己拿来的 所以是完全独立 全是独立 完全独立 完全独立 唯一 唯一同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老百姓是 大多数是 一群人 就是 we have the same the same constituents the same people that we will present 就是这样子 但是 那 关于学区决定 就是说 要不要reopen 这个事情 city也做不了 任何的决定 是吗 全是学校 全是 学区和工会 全是 全是那个董事会 董事会五个人 对 但是我等下再解释一下 就算是五个人 他说 嘴巴这样是有权力 但是我等一下 再跟你慢慢的 解释 权力是找什么样的权力 是 有什么 有什么limit 有什么限制 还有这是有什么 很 很 很sophisticate 一个relationship 我可以解释 ok 好像你刚刚 我给你加一句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晓得是 这个school resource officer 对不对 那个我们 我们政府 跟那个学区 有点关系 因为 那个office 是我们的警察 但是 用的地方 是学校里面的 对 那么你们很多人就想 政府警察 为什么政府警察 不带来就行了吗 但是不行的 这个我们学校里面 准许我们 学校里面要求我们 我们才可以来 而且你学校里面 没有 没有犯罪 没有事情要求 不需要我们的话 我们不能随便跑来的 不行的 对不对 就是你家里面 警察不能随 随随进去的 你里面有犯罪了 我要他们来了 再回来 不然他不能进来 就学校一样的情况 虽然我感觉到 我个人 我们警察局 也是觉得 因为我们开始 school resource officer 的目的是 不是为了那里 管小孩子 是为了到 小学里面 小学里面 跟小孩子 认识一下警察 大家 所以做个朋友 拉个关系 所以跟他们 对于警察 不是看的是敌人 不是仇人 是警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叫做 officer friendly 是友情的 警察朋友 officer friendly 所以 这个我们 一开始的 目的 目标 就是这样子 但现在不晓得 过了那么多年 20年以后 他不晓得 怎么改变 改变了之后 觉得好像 不是officer friendly 变成这个人 到学校里面 是不是变成是一个 一个一个 敌人 来看起你 这个我就不晓得 因为我们政府 没有听 没有听我们警察 他们又没有报告 是不是 关系改变了 还是没有 这我不晓得 没有改变的话 就是应该 我们还是技术 技术 建造 这种好的关系 但是改了的话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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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 就是我们 我们政府跟学校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ok ok 那学区跟city之间 没有那么多联系 好像讲不错 那我可以问一下 以前我们是有关系 我们 我们 有时候 每几年开个会 讨论一下 谈谈 有时候没有那么大意合作合作 但都是全是 cooperative 合作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没有直接联络 没有直接影响 ok ok 那我们可以cover一下其他 我可以问一下什么 在easter side 就homeless 这个前两年 什么delta 这方面 你有什么信息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好 ok 再想想 但是我虽然讲说没有影响 但是美国做事情 我想跟全世界一样的 关系都是好的 关系是我们是 包括议员跟school board 都 大家都是同样的 有责任 是对于我们老百姓 一同一样的老百姓 我们学校好 对于我们是好事情 家长对于学校好 对于我们也是好事情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有好关系了 所以我们双方面 都有应该自然的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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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 informal unofficial 大家沟通 是好的事情 所以我 有 我认识几个board member 我跟他们有时候 通 高通一下 但大多数都 高通不多 因为没有什么 实在问题 我们就不需要 而且两个政府 学习跟政府 没有直接 关系的话 这个工作也没有意思 因为没有好 直接可以做事情的 唯一做事情就是好像 学校里面需要 建筑什么东西 他需要政府 给他 permission 对不对 那么的话 我们就可以 讲话容易了 说 你可以 帮忙一下 这个就是事情 但我们要求 有什么事情 我们要 好像有什么 security 要求 这样子可以 沟通起来 就比较容易 方便一点 但是 这是很 很少 很少 不是太重要 OK 这个 第一个问题 你是说 我刚才问了 是什么 homeless 对 我就想 homeless 情况 你晓得一开始 四年前的时候 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 因为 它整个大西雅图 整个 King County 都有这个 homeless的问题 西雅图 普通问题都是在 西雅图 在东西很少的 没有多少 但是因为 西雅图有大问题 King County有问题 他们就想 推到别人的地方去 因为他第一 他经费不够 地方他设备不够 所以他们就想 我们其他 城市 可不可以跟他 分开 接收 一批人 所以他要我们来 弄 这个 homeless 的设备 用我们来负责 是我们的责任 他需要 我们的钱 因为 包括这个城市 是很有能力 我们的钱是 在整个 大西雅图区 除了西雅图之外 我们是 最有钱的一个城市 所以 他们收税的话 你每一个 property tax so so if you know so 1% 我们包围 很多很多 我们包围的 property tax assessment 除了西雅图之外 我们是最高的 所以 但是我们钱收了之后 就是很多钱 给他用了 我们不需要 对不对 所以他就 看到我们这里来 那么我们就觉得 homeless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你 找一个地方 让他们住 这是开始的一个 小的一个解决 真的要解决 是要看 有mental health 有这个 其他 其他问题 打针 其他 有病 或者是 家庭不对 经济上面不行 所以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就 考虑 你这个不能随便接受 因为你 接受之后啊 他就一个人跟着来了 一来的话 你就 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能胆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 考虑了很多 很多人也不行 但反对了 所以你在我这个社会里面 不只是一个地区更不好 假如你在East K 动一个的话 我们在East K 最大的影响 一个没有 两个没有问题 两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一定有的了 但是我们警察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政府 我们都有办法 将他们说是 你怎么样安排 请你走开 然后找个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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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州的 这个 这个 政策 就是 你不能将这些 homeless人 叫他们走 unless 你有一个 地方 让他们去 要有一个 招呼他们的位置 假如mute的话 你不能随便就拉他跑 他可以上法庭 可以告你 他不准你 法律上面不准你 所以我们就是 一个一个都没问题 我们可以说 你到这里来 而且我们现在 而且我们一定要弄一个 将来有一个 有一个facility 是我们将来是 计划给这些人住的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 避免 可以 说是 你不能住 不能在街上面住 不能在park里面住 因为我们已经 建造了一个facility 也开始造了facility 所以暂时 你要走开 不能一直待着这里 假如没有这种 项目的话 我们法律上面 他可以说 不行 你不能嘴大 要他留在这里 这个的话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 在这个 法律上面 美国这个社会是很困难的 很多地方是 法律有关系 社会有责任 有这个 政策是这样子 法庭不准你 所以很多很多限制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样看 一步一步的 可以做到 我们要求做得到的事情 那现在 Belleville的 Belleville的所有公园 是不允许 homeless的人 住的 是吧 对 OK 那 西亚图那边 是允许的吗 他们的公园 西亚图是很麻烦 他们 他们 法律上面 讲多清楚 也不晓得 他每天转来转去 他政府议会 改来改去 现在可以 现在不可以 现在不可以的话 警察也不去管他 警察管了没用 你抓着他送到那里去 没有地方摆 送监狱 送监狱的话 你住一天 不住都要放出来了 因为他没用 他一家是 上法庭 法庭说是不行 这些是没问题的 现在西亚图这个城市 他的法律是 政策是 你假如是 你 不管你犯什么罪 假如你可以证明 你是 需要 有这个mental health problem 或者是你的 你是racial minority 他不能抓你的 他说你要 要可以protected by这种 这种 他这个一个 城市的 法律 这个是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没有 这种情况 我们说不行 你要规规矩矩的 我们 联邦的 法律 州的法律 我们不能反抗了 但是 起码我们 从那个 法律之中 我们可以 打倒我们 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最少 可以避免 他们来 让他们一起 积在这里 积在这里 但是还是 不简单 那就是过去的一年 西雅图的警察那边 低方的什么 减少 budget 那个 Belvet的警察怎么样 没有 我们没有减少 budget 我们其实还给 增加了 这个 增加了 OK 经费 因为我们 Belvet是很好 一个城市 我们的 经济 是非常 好 因为我们 不是乱花钱 我们的 fiscally responsible 在你讲到这个事情 那我要自己 排自己 肩膀一下 我是在 我们城市里面 最 大的一个 fiscal hawk 我绝对不能 乱花钱 我们花的钱 一定是要 有 investment return 所以我们 Felview的 这个 property tax rate 是整个 华州最低的 我们是 yeah what what 什么 one cent on the on the a thousand dollars 所以 我们的 property 我们的 property 价格很高 但是我们的 利 很低 西雅图 比我们高 三倍 差不多 ok 那千分之一 ok 那好像 嗯 最后只剩下 半分钟了 可能 那 可以 这个就要结束了 是不是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吗 呀 对 那 他会自动结束吗 还是怎么样 呃 他会告诉我们 我会跟你说 但是我觉得 我是希望啊 今年不是 你有两个 三个school board member 位置嘛 对不对 我就希望 我们华人 可以去 参加竞选 代表我们华人的声音 因为我刚才讲了 你要真的有能力 有影响的话 一定要坐在桌子上 你三个人就行了 对不对 有两个华人 一个人支持你 就三票 三票的话 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已经听说 有两位华人会参与 有两个 我听说一个 两个 两个 两个好 但是你要同意 一定要同意啊 对不对 OK 好了 我们就差不多了 就希望你 继续努力 我们再继续谈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 秋洋 那么高兴 有这种机会 来好好的聊聊 希望我们华人 在美国社会里面 从学区开始 到政治开始 我们都可以 有更大的影响 更大的成功 谢谢各位 晚安 谢谢 好 OK 鸡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